因为我平和 是谁使得她们用尽洪荒之力 这里的山路是霸王亚 这里水路叫连环 又是谁觉得后宫正风正座 为什么你现在才来 你早说我早就离婚了 竟然盯上本宫的男人 标准台稍后精彩继续 现在又要带来几位我的好友 他们是谁呀 他们是我的甄嬛妹妹 带领的小样队 欢迎小样队的队长 还有我们的敖派大人带领的南省队 欢迎敖大人 以及皇上带领的能量队 皇上您好 这个三位这个气宇轻啊 当然还有几位也非常要值得介绍一下 当然当然 欢迎我们由孤岳团长带来的 魔王娱乐的麻辣评审团的团员们 团员 今天要辛苦各位了 精彩的表演在开始之前 还需要告诉我们第二期前的各位观众 我们在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直播也在进行 直播间的账号是 小让乳酸炎魔王小咖秀 欢迎大家快来关注 好 那我们就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登场 来 有请 小让乳酸炎魔王小咖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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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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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张宇宽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位歌手 今天是模仿谭校长 谭校长 谭永林 娘娘可能不知道谭永林 小谭子 小谭子 也就是说以谭校长的岁数 他应该是老谭了 老谭酸谭面 怎么想着去模仿谭校长 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他的歌 所以就喜欢听他的声音的感觉 还有喜欢跟着他唱 所以唱着唱着就觉得迷进去了 就这样 可是你不光是声音像 你的五官也很像 对 而且谭校长一直说 自己永远25岁 您今年是我25 25岁啊 对 对 这种爱撒谎的人啊 我觉得我们舞台上有很多 你在说谁 你紧张什么呀 娘娘 你到底在说谁 还有谁 我听不下去了 坐在这儿的我 一直没有说话 没错 我想跟谭校长说两句 不知道是本宫的福 还是本宫的孽 怎样 岂止是皇上错了呀 我这多年的情爱也是错了 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出现 那年姓花威鱼 你到底去的 去的 去的 哪里 见人就是矫情 刚刚我已经说了 他到本宫的 易坤宫去服侍本宫了 你竟然盯上本宫的男人 为什么你现在才来 你早说 我早就离婚了 喂 喂 娘娘 娘娘 皇上还在这儿 在我伪觉也看来啊 当然长得帅的人很多 这个能够像谭校长的人却不多 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 您有没有跟谭校长一起站在舞台上 就是比较过 有啊 哎呦 哇 哪哪啊 那张照片 我已经分不出哪个是谭校长 哪个是 对 我的小小坛子 最上面那张我是长头发 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跟谭校长 有有有打过交道 对01年在也是在北京 哦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 还是校长当时对我唱歌的评价 哎 他怎么说的 他当时就在舞台上说 他说其实我的唱功特别很多细节的地方 比里克形成 嗯 比里克 哦 哇 现在 你也看出来了 现在艺人都撕成这个样子 这是 这个话多敢讲 我都从来不敢在舞台上讲 我比华菲漂亮 这句话 我比华菲 我比甄嬛漂亮这件事情 我不敢承认 别说女人也不敢承认 我敢承认 这是校长是吧 但是我很纳闷的一点是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谭校长这么高的评价 今天为什么还会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 奇怪了 跟大家再次表演 是这样的 因为我做歌手 做了还是有23年了 哎呦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模仿秀这个节目 后来是东南卫视给我的一个平台 叫开心明星脸 没错 所以说当时一说到东南卫视来请我做这个节目 我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种暖意 因为我可以回想起来 当时跟我一起合作的剧组的朋友 还有导演啊那些 是 包括现在都是很多我们 一说到当年都是很感触的 所以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就是这个舞台其实记得你 这个舞台看到这个舞台的观众 其实也记得你 对我也记得大家 我也记得这个东南卫视的舞台 其实啊 他今天来到这儿 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他也有一些渊源 马有信 因为张老师他应该是05年 我是06年参加咱们东南卫视 前后播 已经10年 你是11年 刚刚他在说他是一个四川人 我觉得四川人能把粤语唱得这么好 我一定要向你学习 谢谢 真的是在底下练过的 来吧 那我们的三位队长请选择 特别喜欢他的笑容 因为谭校长不管走到哪儿 都给人家一种正能量的感觉 恭喜我们的小团子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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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从下一位选手上升 你还想您还走流程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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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杨够 十八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 今天 我终于找到果木 这么多年不见 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 亲爱的 我来了 你终于来救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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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是你 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因这爱 把我护回来 哎呀 你可怕 你可怕 哎 哎 下去 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啊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 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在一起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啊 这又谁啊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法海 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对啊 法海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啊 对啊 虽然她是拥有点凡人 但是她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我就是千年蛇妖 千年蛇妖怎么了 千年蛇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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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呀 我白素晨呢 老头 你是谁呀 法海呀 这是哪儿啊 雷锋塔呀 这不是古墓吗 你们就一个个的 古墓在街对面 不好意思 走此地方了 告辞 回来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你怎么知道 找你姑姑完了 因为你的姑姑 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官人 你就别伤心了 谁是官人 我是杨布 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 反正之后呢 你要跟蛇过了 我说你咋一击动就往我身上攀 一击动就往我身上攀 原来你是一条蛇 其实在我们老家 蛇也叫小龙 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小龙女 官 小龙女 冠儿 小龙女 欢迎 新玉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黄以琳来自福建厦门 然后我的职业是一名平面模特 然后我同时也是一直播的女主播 我给你说 平面模特他们现在拍这种杂质封面也好还是淘宝的图也好速度极其快 你会吗 来来来来来 拍上 对 幽黎 但是你动作没有变 对 我叫黄以琳的名本你敢答应吗 就真的是在这样拍 可以 好了 可以行了 志博 你说 你这样的话 我现在拍出来的照片总共就可以剪出五张 因为你就五个动作 五个动作 你行不行 你会不会这样来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对 我们也是很快的 老师 这个可以订阅 我话筒帮你推一下 好 现在马上换时装 时装啊 时装 彩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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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部啊 脸部 你看有了 对 你看 哎呀 男妹子别人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知道志博跟他其实是私交很好 我们都是那个一直播的主播 然后呢 其实他在私下里给我的感觉就是美若天仙 犹如画中走来一样的美女 是不是 但是今天在场上吧 他表演的这个桥段 我还是蛮惊讶的 我觉得反差挺大的 其实很有突破 很突破 他这个反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些着装比较怪异的这个法海啊 有可能 因为法海怎么可能穿得像唐僧一样就出来了 自打瓶僧从第二季的选手变到了第三季的点评团 也算是满足了瓶僧角色伴要把 靠色扮演的心啊 是是是 然后呢 我觉得今天既然我助演了这位女子 对 如果三位评委不选他的话 那我也只好收了你们 收了他们 你胆子好大呀 收我自己的财气啊 我觉得他刚才那段表演挺颠覆我的 是 我看他长得就像一个很女孩的那种很柔弱 可是他一咬 踩上去了 对 其实还挺颠覆的 但是我天底刚才说完话之后 我个人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啊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演员的话 那稍微可能要练一下普通话 哎呦 对因为我是福建了 对 有点口音会特别 没关系 时不时的自己要锻炼一下 是 至少我们的那个音要是准的就可以了 要多喝榴莲牛奶 多喝脚药酸盐 对 王上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总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从这个化妆上啊 我觉得稍微可以再稍微修饰的稍微变一变 因为你看你的眉眼之间有点近 你发现了吗 嗯 因为化妆也是整体表演的一个很重要的 是品质和细节 所以我觉得 您觉得他应该用什么色号的唇材呢 我觉得应该用2.5吧 哎呦 我的妆 我甄嬛的妆就是皇上给画的 哎呦 真的 我今天晚上在后宫给画的 这不有个叫什么粉袋妆吗 哦 别说你的妆呢 嗯 我这脯子也是皇上帮我沾的 小姐姐 哎呀 真的要搞的 沾到天亮了 为什么这沾脯子 因为这叫雨露君沾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三位队长做出你们的选择 三位队长请选择 好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演员的话 那稍微可能要练一下普通话 嗯 嗯 嗯 这个 这个也要 哦 还有这个 哎呦 一直买这么多 好棒啊 好棒啊 哎 我是兔兔 今天我和蘑菇小巷去彩虹山 你去不去呀 彩虹山做什么 蘑菇小巷干果果呀 可甜可甜啊 你去不去呀 我 我怕大灰狼 大 大灰狼不吃熊熊 啊 那 那我去 等等我呀 啊 这门就是熊熊了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老板咱们不理他们老爷们啊 你快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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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演员的话 那稍微可能要练一下普通话 哦 哎呦 好大人 好大人 恭喜 恭喜了 那这样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男神队了 好不好 好 期待你精彩的表现 这边请 谢谢 耶 耶 耶 帽子 帽子 特别 那 优优 喂 牙 牙 做 牙 牙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玫瑰 我愛你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 醉酒美麗 窗下看在鏡子裡 玫瑰玫瑰 我愛你 心的誓言 心的情意 深切的光輝 照大地 心的誓言 心的情意 深切的光輝 照大地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城下看在鏡子裡 玫瑰玫瑰 醉酒美麗 玫瑰玫瑰 我愛你 歡迎 歡迎 唱得好 我不一定得到皇上恩寵 但是 穿得少就不一定了 這個好 就是我的禮物 這位穿得少的姑娘 來先做個給我介紹吧 介紹一下 大家好 平衡老師好 我叫張立維 今年22歲 來自浙江寧波 她模仿的是誰啊 舒淇 她是模仿電影當中 舒淇的造型 對啊 平時除了表演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愛好嗎 其他的愛好就是唱歌 唱歌 唱歌 寫歌 寫歌 創作型歌手 自己寫過多少歌曲 跟大家抱一抱 目前寫了十多首吧 但是 是有兩首 就是出品的那種 還有出品的 你的歌曲一般都在什麼情況下 會創作出來 我很奇葩的 我那個歌曲是 我去了一個山上 山上 然後那邊沒有電腦 沒有WiFi 沒有手機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很枯燥 我就自己寫歌了 你現場要不清唱一首 我都不知道你的歌 什麼風格 我們來聽一聽 在一個四下無人的山裡面 你會創作出什麼樣的歌曲 清唱一段好不好 好 拍得多高 撐得多遠 才能看見你 新的方向 新的世界 停格在這裡 時間累積 剩下回憶 心中不遍地 是寂靜或熱情 最後是神奇 我要看見那沙地上的你 泥泥路上擦 突破著的自己 不管流言蜚語 多麼任性 不忘初心要做自己的奇蹟 為了夢想 為了生活 為了夢想 為了生活 最後 為了真正的自己 那是瘋了的娘娘 好了 好了 你就瘋了 所以娘娘在宮裡 一直都聽的是 甄嬛唱的那些 那些 聽你 換了一些新的曲風 本宮 甚是喜歡的 來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我看到像她這樣的女生 都會覺得地位 有一點不保 那是你啦 像我們這個麻辣評審團裡面 一直以來是 就是女神范出現的人 顧悅 沒有 沒有 什麼鬼什麼鬼 來 我們有請的就是小霞 小霞 小霞也評價一下 因為小霞唱歌很好聽 是不是 小霞就是音樂劇 對 音樂劇的 所以你是屬於是 很會控制自己的聲音的 你來評價一下她 我是唱歌也蠻好聽的 點評需要有這麼多動作嗎 不如跳舞 要見到不如跳舞 讓自己覺得舒服 是每個人的天賦 我唱歌其實也可以的 來 小霞來兩句 來 來 來兩句 大山的子孫吧 好 可以啊 來 好 跳跳 呀 這裡的上路 十八王陽 走 你水路交連環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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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吃麵 好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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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認的時候 我覺得她還是有 那麼一點點性感的味道 吃辣了是不是剛才 嘴巴 因為那個舒淇的嘴巴 就是這樣很性感的 你懂嗎 是嗎 就是這樣子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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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像誰嗎 是誰 我剛才看了很久 你仔細看 她特別像一位影后 陳聰 陳聰啊 超級像好不好 我跟你說 她真的太像陳聰老師了 因為她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演員 包括你的聲音顆粒感非常足 你可以適合錄那種發燒碟 就很厲害 好的音箱一聽共鳴就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 如果你來我的戰隊 你將是我戰隊唯一的女性 你看她終於承認自己是男的 機會 你能夠出專輯 你得好好的起個藝名 你勝過書起 你的聲音聽起來很舒服 要不就叫 謝謝老師 因為能夠讓人心服口服 舒服 來 三位隊長 請選擇 如果你來我的戰隊 你將是我戰隊唯一的女性 你 don't know 你對我的戰隊 你不是擔心 我我還不是擔心 你不是擔心 你不是擔心 我我我演得 你不是擔心 我我還可以把你了 你不是擔心 你不是擔心 我才會擔心 我就擔心 你不是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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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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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 再会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